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三月份的主题单元 今天我接到的任务是要来聊聊十二星座最适合的运动 事实上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十二星座跟运动的一些关系 我想说不定可以给大家一些健身变美变健康的参考 那么在开始之前要请大家帮我准备好你的太阳星座以及火星星座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代表我们整个精神的活力 那么运动本身就是要让我们展现恢复到那个活力的状态 而火星跟我们的肉体的精力行动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火星星座在哪里做参考 那如果这两个呢不是一致的星座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组啊 待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组要来聊的是太阳或火星载火象星座 包括了白羊狮子以及射手座朋友 火象星座呢你可以想到火元素啊 火元素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要很热情燃烧热血的感觉 第二个呢他们有一种竞争的那个特色 还有呢就是什么速度 他们很喜欢快速的完成一件事情 或者很快的怎么样达到一个高峰 那么透过这三个特质你会发现呢 它可能跟什么有关呢 第一个各式球类都有关 因为他们都有一种竞赛的特质 比方说怎么样呢 篮球啦 棒球啦 足球啦 对不对 羽球啦 网球啦 都在对赛 这种要快速速战速决 或者是要打个你死我活的喔 特别是要用体力的 特别是那种篮球啦 足球啦 就很适合啊这种有火象能量很强的 再来呢如果呢你是不喜欢玩球类的朋友呢 也许呢你喜欢也有一些道具 比方说可能是拳击咯 或者是呢什么剑道 西洋剑 这个也有一种对战的感觉 或者是呢你可能呢喜欢到健身房 去做一些比较快速燃烧脂肪的 什么飞轮有氧的这种运动 也很适合火象的族群 那么火象族群呢 有一些人呢还喜欢做什么呢 比方说赛车 因为你要专注在那个时刻 所以燃烧脂肪燃烧的很快 速度也很快 像我这些朋友呢还喜欢怎么样 去骑马 练马术 为什么呢 因为速度啊除了快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骑马的话 你要驾驭那个失控 跟没有失控中间那个控制感 是火象星座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我觉得火象朋友呢 如果你选择运动 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考虑 那像这种路跑啊马拉松啊 你们其实比较擅长短跑 或者是比较短距离 很快速完成的这种跑步 是很适合你们的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呢 太阳或火星呢在土象星座 包括了金牛 处女 还有呢摩羯座 那么这个族群它的力量呢 强化是强在什么呢 可以持久 然后呢这个时间比较长 比较稳定 当然可以快 但也可以慢 慢慢适合你们的 重点是可以很久啦 所以呢比方说呢 你们可能在运动上面呢 就喜欢那种要花精力 花比较久的时间的一些运动比赛 当然一般的比赛像什么球赛 也是需要这种耐力 意志力 可是像是健身房的重训 可能呢土象星座的朋友就蛮喜欢的 或者是呢你们喜欢怎么样爬山 健走 那这种路跑比较长时间 或者是呢这个长距离的 你们也蛮喜欢的 因为你们可能一开始不见得跑得快 可是呢你们有意志力 有体力把它完成 再来呢这个土象星座的这个特质 它有一种就是你们可能积耐力 或者你的核心的这个能力是很好的 像我看过很多的健身教练啊 太阳或火星就在摩羯座啊 所以呢就是很喜欢 跟这有关能力的运动 会有一些相关联 那甚至现在很流行的什么呢 攀岩爬一些什么的这些运动 都很适合土象星座 另外呢需要平衡感的运动 我觉得也不错 又可以练到肌力 又可以练到平衡感 像什么瑜伽 不过呢 我们刚刚讲这三个星座里面啊 金牛跟摩羯是比较 强化那种体能的 那么处理座呢 会稍微稍微的需要一点变化 而且呢土象星座很喜欢一点巧劲 就有些这个运动啊 它可能需要一点点的这种 技能的特质 比方说打撞球需要技能 要 因为它需要精准度要看 可是它也需要长时间在那边 去对准那些球跟你拿好你的杆子 或者射箭需不需要 需要 所以有一点技能的说不定呢 这个土象星座朋友也蛮喜欢的哦 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太阳啊 或者是这个火星呢 在风向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这个双子啊 天秤以及呢水瓶座的朋友 风向星座有几个特色啦 第一个我们叫风的流动很快 所以他们通常喜欢的运动 可能需要的是可以有一点距离的移动 第二个呢 风比较轻盈 虽然不见得喜欢 要很重力啊重训的特色 第三个呢 他们很喜欢带有一点时尚文明的运动 为什么呢 你看双子座的这个星座的图腾 是不是就两个人 那天秤座的图腾是什么呢 一个人拿着一个秤 水瓶座的图腾是什么呢 一个人抱着一个水瓶 都是人 不是兽 不是动物 像白羊啊 金牛啊 狮子这叫兽类的星座 因为它们是动物的形态 可是人的形态呢 就比较重是什么 知性轻松舒服 所以呢 风向星座的朋友呢 除非你是专业的运动员 你要比赛 不然呢 你很喜欢什么呢 去健身房 穿得很美 吹着冷气 跑着机器 跟大家上课 然后可以拍照打卡 觉得自己非常时尚 而且呢 也有动力往前进 或瑜伽呢 也很适合你们 另外呢 像舞蹈跳舞 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 美美的入镜 有这个队形的 你们也很喜欢 另外呢 什么是文明的运动呢 像是打高尔夫球 可能你有高尔夫球装 然后大家要散步聊天 然后要挥干要打 有没有很漂亮 这种呢 就是属于一种 比较感觉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种文明气息 或时尚气息的运动风格 因为它会带有一种 跟你的装扮是有关的 风向星座呢 通常也很喜欢 那在风向星座里面呢 基本上 水瓶座的这个耐性 是比较好的 那水瓶座 它本身掌管的这个 部位是什么 小腿 所以可能有些运动 要跳啊 或者要跑啊 你看很多的这种 有名的运动员 他们呢 的确都是太阳或火星 在水瓶座的哦 那这个天正座呢 比较慵懒 因为它精心掌管的星座 所以它可能需要的是 表现美感 但是如果有些 这个运动里面 带有平衡的需求 或者是呢 这个天正座 是跟什么腰部有关 比方说你打网球 打高尔夫球 要有腰力 那你可能蛮喜欢的 那双子座呢 喜欢快速 跑来跑去哦 因为双子座跟手有关 好 跟你的神经传导有关 所以呢 你可能在很多运动 它需要反射 反应能力的 双子座就会表现得不错哦 所以呢 这个是风向星座的特质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水向星座哦 如果你的太阳或火星啊 在巨蟹 天蝎以及双鱼座 我们知道水啊 它可以流得很慢 它也可以静止不动 所以一般来讲哦 水向能量太强的人 他可能不是很喜欢动哦 因为他们很多的情境 都是在自己的感觉里面 但像如果要动呢 它会带有一种什么 要跟它的情绪有关 比方说哦 不代表没有运动员在水向星座哦 因为呢 水向星座很重视人跟情感 所以如果今天像运动员 他们有一个什么 团体组织一个队伍 跟人一起参加球赛 哎 我要这个打赢 这个另外一个队 这个水向星座就很OK 因为他觉得 我是跟我的team一起运动哦 所以水向的朋友要找朋友 再来呢 可能水向朋友呢 比较重视什么安全感 跟那个防守的界限 所以呢 他们也许不爱动 但如果有些运动呢 他因为人的关系参与 然后呢 他需要开始防守 哇他们的这个力量很厉害哦 比方说他叫防守 不让对方呢 这个踢近 或者是投篮得分 他们就很很能防守 或者是呢 像躲避球对不对 那球砸过来很紧张 不想被砸到 他们躲得特别快 这个水向能量呢 强的人呢 说不定在这方面呢 反应特别好 那再来呢 水向就会跟水有关 也许你就很喜欢什么游泳啦 可以轻松一点 也可以呢 认真一点啊 划船啦 可以吹吹风啦 对不对 或是跟亲朋好友啊 爬爬山啊 或是在山上享受一下风景 水向呢 他通常会透过运动呢 怎么样 舒压 调整他的情绪 或者是你看到那个 很多地方妈妈呢 陈操有没有 做早操 土风舞 那个呢也都是水向星座 非常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就是不喜欢运动 而且你又是水向星座 我会建议你养一只狗吧 因为我发现很多水向星座朋友呢 或因为六狗这件事呢 达到了运动的目的 所以呢也是蛮有趣的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透过啊 这个十二星座啊 的这个相关的元素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运动情形 另外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整个人的身体啊 跟星座的关联 比方说白羊座 是掌管头部 那我们刚刚讲的火象星座 另外一个狮子座 它掌管的是我们的脊椎 还有心脏 射手座火象星座 它是掌管我们的大腿部位 所以火象星座朋友呢 你可能在运动上面 如果你的火星跟太阳的能量 特别强旺 它你可能会喜欢就是 很需要怎么样专注的啊 或者是运用到你的这个 心肺功能的 然后呢 你的大腿能够跑的这个 肌力是很强的运动 会特别的适合你啊 那这样的运动呢 它会激发你太阳跟火星的力量 如果你觉得你平常呢 哎奄奄一息的啊 没有什么动力啊 或许你可以透过这方面的运动 来激发你的活力 那像土象星座朋友 包括金牛座啊 金牛座跟脖子有关 所以呢 有些运动它如果需要 左右注意啊 双方之间的这个打球啊 投球啊 或是射门啊 其实金牛座朋友可能也会 蛮有相关的这种连结 或是跟瑜伽啊 运动啊 这种有关的事情 舞蹈也是 处女座朋友呢 跟你主要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可能肚脐附近啊 肠道的这边有关 所以呢可能像这种 到浮球啦 或是会运动到腰力 练到核心的部分呢 也蛮适合这个处女座的 再来呢是摩羯座 是跟膝盖有关 所以你的下盘 需要我们的支撑的这个力量的 这个往往也会跟摩羯座 是有关的哦 所以你可以选择运动去强化 跟这三种星座代表的部位 是有关的啊 这个部分 再来呢 这个风向星座啊 双子座呢它是跟什么呢 跟手啊 或者是四肢 或者是需要很快速反应 因为它本身代表的是神经系统啊 这个很快速反应 人家球一打来 你就要赶快打出去 棒球啦 雨球啦 这种也蛮适合的哦 那么再来呢 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我们刚刚讲过 虽然慵懒 可是它的代表部位是腰部 所以也许瑜伽啦 或者是说呢 像这个道尔夫球啦 或是有一些舞蹈 需要用到腰部的部分 它也很容易 帮你能活化这方面的这个能量 那么水瓶座朋友 刚刚讲过就是小腿部位 所以跳舞啊 芭蕾啊 或者是这个足球啊 跑步啊 要跳来跳去的啊 也蛮适合你们的 再来呢 是水象的元素 包括巨蟹座 还有天蝎座 还有这个双鱼座 巨蟹座呢 是跟什么我们的胸部 肺部有关 所以如果你想强化你的巨蟹能量呢 就是你要心肺功能很强的 需要呼吸的 比方说这个跑步游泳啦 它都会训练到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 走路也是一样 那么在天蝎座呢 跟我们的怎么样呢 臀部 这些子宫啊 这个这一块 髋关节这边有一点关联的 所以有一些的运动 它也非常需要这一块力量的支持 你可以去考虑看看 比方说像这个天蝎 或者是射手 他们的部位其实很接近 你们可能就很适合骑脚踏车 或者是跑步也可以 所以你会带动到你的这个髋关节 臀部还有怎么样大腿的这个区域能量 那最后一个是双鱼座 双鱼座跟我们的脚 脚掌有关 所以呢 除了游泳以外呢 你可能登山啊 或者是走路啊 跳舞啊 有些球类可能也是需要怎么样 弹跳啊 你需要你的脚掌脚趾的这个动能的部分 也是会跟我们的双鱼座 是有一些连结的 大家不妨可以参考看看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三月份的主题单元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喜欢 而且呢 最开心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呢 在运动之前要做好暖身 我们健康的运动啊 我相信对大家的运势跟健康 都有很棒的加分哦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 谢谢 有点 帮助 有点 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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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